女人吃下此秘方,让你全身散发自然提香!女人狂传! 美女们,快别和昂贵的香水较劲了!这里的每一种食物都可以替代它,刚开始,可能只是满嘴自然香。 慢慢的,全身散发香气,比任何香水都要清新。 据试过的人说,方子简单靠谱,失败率为0。茉莉枸杞银耳羹。 食材,银耳10克,茉莉4克,冰糖60克,枸杞子适量。 做法 1. 准备好银耳,茉莉花,冰糖,枸杞子。 2. 银耳,茉莉分别用冷水泡发。 3. 银耳泡发后洗净,撕小朵,倒入饭包,加入冷水,煮开,再吊至保温档炖煮40分钟。 4. 加入冰糖。 5. 加入枸杞子。 6. 倒入茉莉花和浸泡过的花枝。 7. 炖好的银耳羹盛入碗中,温热食用。 9. 桂花小豆粥。 10. 食材,红小豆150克,红糖适量,桂花适量,藕粉适量。 10. 做法。 1. 准备食材。 2. 红小豆洗净提前泡好,最好泡上一叶。 3. 泡好的红小豆放入锅中,加入清水。 4. 开大火煮至水沸。 5. 水沸后开小火焖煮。 6. 煮到豆子稍稍破皮。 7. 加入红糖。 8. 加入桂花,可以加入糖桂花酱。 9. 藕粉加入清水调匀。 10. 猪汁红糖融化,用调好的藕粉勾芡。 11. 勾完芡汁,大火烧沸,红豆粥变稠即可。 12. 香甜暖心的桂花小豆粥,很适合这个季节哦! 12. 玫瑰茄茶。 12. 食材,玫瑰茄三个,蜂蜜适量。 12. 做法。 12. 备好玫瑰茄,拍了四朵,用三朵就行了,多了太酸。 12. 玫瑰茄放入杯中,冲入开水。 12. 可以看到花朵上的玫瑰红色开水慢慢渗出。 13. 盖盖满五分钟左右,颜色一点点变红。 14. 越来越红了。 15. 泡好后的玫瑰红色,很鲜变吧。 16. 因玫瑰茄泡的茶水是酸的,可以适当加电蜂蜜调整一下口味。 17. 调好味的玫瑰茄茄,慢慢享用吧。 18. 玫瑰红枣蜜茶。 18. 食材,红枣500克,玫瑰花10克,冰糖80克。 19. 做法。 19. 准备好红枣,玫瑰花,冰糖。 19. 红枣泡发,洗净,去掉枣盒。 19. 红枣肉倒入沙包,加入适量冷水,大火煮开,小火熬煮20分钟。 19. 加入冰糖。 19. 用勺将枣肉压碎,至水分渐少,枣泥浓稠。 19. 加入玫瑰花,熬至花瓣张开,晾凉,掉入蜂蜜,装入玻璃瓶储存。 19. 清苹果玫瑰花茶。 19. 食材,清苹果一个,干玫瑰花12朵,苹果汁500毫升,冰糖适量。 19. 做法。 19. 先来准备好基本材料,清苹果钱玫瑰花以及苹果汁。 19. 冰糖一块。 19. 盖玫瑰清洗前净之后再用温水浸泡制软。 19. 将苹果汁倒入奶锅内大火煮沸。 19. 加入浸泡好的玫瑰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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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清苹果汁在需要用的时候再去皮去和切成块,早切的话会阴阳化而变色。 19. 将写好的青苹果倒入锅内。 8. 转中火继续煮沸数分钟 9. 加入冰糖 10. 开大火煮至冰糖融化即可熄火 糖子柠檬 食材 柠檬三个 冰糖一千克 做法 1. 新鲜的柠檬先用水冲洗前净 2. 把柠檬放到清水中 加入适量的盐 再接住泡上半个小时 3. 密封瓶子洗净量前 4. 冰糖备用 5. 30分钟后把柠檬冲洗前净 用餐巾沫浅水分切片装入消毒好玻璃瓶子里 6. 一层柠檬 1层冰糖 为了汁水出得快些 可以拿个勺子在里面倒倒 这样半天冰糖和汁水就融合了 7. 放入冰箱冷藏 喝的时候拿出来 特别是早上喝的时候水温在30-40之间 加点淡盐 空复合 效果很好 雪梨菊花茶 食材 雪梨50克 枸杞2克 菊花2克 冰糖适量 做法 1. 准备的材料 菊花 枸杞 雪梨和冰糖 2. 菊花温水泡一下 这样可以缩短时间 3. 枸杞浸泡一下 4. 雪梨去皮 5. 加水煮雪梨 放入适量的冰糖 6. 煮开后 放入适量的枸杞 7. 放菊花 煮开即可饮用 扁藕黑木耳 食材 食材 扁藕200克 黑木耳50克 芝麻油适量 盐适量 味精适量 白糖适量 黑芝麻适量 7. 做法 1. 莲藕去皮 吸前净 2. 莲藕切成片 放在水里浸泡 3. 煮锅加水 黑木耳提前泡发好 入锅焯水后捞出力浅水 5. 莲藕与黑木耳 放在容器中 加盐搅拌 6. 加味精搅拌 7. 加白糖搅拌 8. 加芝麻油搅拌 9. 搅拌均匀装盘 撒上黑芝麻即可享用 编后语 希望您看完了这篇文章 您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转发一次 功德无量 8. 分享是一种美德 专发是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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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分享是一种美德 专发是一种境界